他是东汉最后一位忠臣 一道连环纪除掉董卓 拯救大汉于危难之中 却因为一个错误决策 断送了汉室复兴的最后希望 他就是司徒王允 王允自子师太原齐县人 王氏家族是山西的名门望族 世世代代担任周郡的重要官职 得益于家族的扶持 王允十九岁就步入士徒 最开始的时候 王允只是一个郡历 相当于现在的边外人员 但王允不畏强权 刚一上任 就杀了一位有背景的恶霸 获得了百姓的支持 后来王允在民间的声望越来越大 引起了朝廷的注意 被朝廷三公同时征兆 从地方周郡一跃进入中央朝廷 这在历史上都是非常少见的现象 王允进入中央不久 就爆发了黄金起义 王允被封为豫州刺史 讨怕黄金 此时孔荣还是王允的小弟 王允虽然是一介文官 但军事才能也很不错 设计了一套十分周密的作战计划 在战斗中 王允身先士卒 只用了很短的时间 就击溃了豫州一带的黄金军 本来王允凭借战功官职可以再上一层 但王允偶然发现了 黄金军和时常是张让勾结的密信 王允生性正直 直接就把事情告诉了汉灵帝 但张让拒不承认 反而说王允故意陷害他 汉灵帝是个昏君 本来就宠幸张让 便没再追究此事 但张让却和王允结下了仇怨 后来张让抓住机会 将王允逮捕入狱 差点就弄死王允 都窥大将军何晋和太尉 原委司徒扬赐 联名给皇帝尚书 替王允求情 这才保住了王允的小命 王允被释放后 被迫隐姓埋名离开洛阳 直到大将军何晋掌权 王允才重回朝堂 可惜何晋有勇无谋 很快就被时常事害死 当时朝廷官员都被吓得不知所措 只有王允临危不乱 派兵保护少帝 之后董卓带兵入京 董卓很欣赏王允的才能 直接提拔王允当了司徒 同时兼任上书令 此时的汉朝内有外戚宦官争斗 外有黄金起义军到处作乱 还有各路诸侯蠢蠢欲动 这个时候王允担任司徒 真可谓是受命于危难之秋 王允却没有抱怨 毅然决然担任起 悟性大汉的责任 先是屈身于贼 获取董卓的信任 然后用一道连环计除掉董卓 接着王允重用旅部收服军队 朝堂也被王允把控 眼看一切就要回到正轨 王允却犯了一个致命失误 作为诛杀国贼的重要功臣 王允在除掉董卓后 有些飘了 不听众人的建议 想要解散董卓的西凉兵 谁知老百姓听到风声后 就开始以讹传讹 说王允要杀掉所有梁州人 一时间整个梁州人心惶惶 在贾许的建议下 李绝郭四集结兵马反攻长安 最终王允被叛军逼死 大汉王朝也进入了灭亡倒计时